西西亚 Lingmella还是长igns的 而在这里这么多的人 我们在三名热闹水 拍着 Wantals 跟俱佛引起研究 但是我们能够部一边 但是第四季我们给 Astronom 所以我们说所断 也就是说必须要断除的也好 或者是说 就是说我们现在呢 就是正在这个世界呢 正在造着很大一个 悲剧性的这个业 不好的这个业 很严重的业 就是现在的时代 是这样一个时代 正在造着悲剧性的 恶业的这样一个业 所以这样的这些业呢 并不是说没有办法去转变它 改变它 或者是说 并不是没有去克服这些困难 转变这些困难的方法 并不是说没有室友的 那么重要的是 就是说我们要怎样去把这个实际的这些方法 或者是实际转变的这个方法运到实际的运用起来 这是重点 就是那么对我们西藏来讲 从就是过去到一直到现在一千多年来 我们一直生活的就是非常的简单 那么当然就是说 并不是不会去发展外在的这个物质 但是呢我们重点呢 就是只是注重在这个 佛法上面 佛教上面的这些 就是发展 并没有去注重外在的物质的发展 所以说从一千多年来 一直到现在我们已经累积了 非常多的这个佛法上面的这样的一个精神 或者是说经验或者是说智慧有一定的这样的累积 所以呢当今很多这个世界上呢 正在就是关注着我们西藏的这些 一千多年来所累积的这些精神 这些实修 这些智慧 所以呢我们就说 现在呢就是重点就是把这些 一千多年所传下来的这样的一个 过去的祖师们的这些口诀也好 或者是智慧也好 怎样运用到这个实际当中来 去解决这些困难 解决这些过失 怎样去制止这些过失 那么怎样让这些实际的方法 在每个人的心绪当中能够生起来 这点是非常的重要 法官觉得说这些是非常的重要的 但是他也在说 这些表现得很重要的 就是说这些 所以他们有很多人 也在说 这些实际上 那些实际上 当中能够生起来 就是那些实际上 要求再想起来 那些实际上 这些实际上 但是他说 这些实际上 他们想起来 在这些实际上 已经有很多人 这些实际上 都不在 但是这些需心别处于 那么就是说为什么要实际的修持这个不动佛 那么三点理由呢 访问说已经讲完了 但是你们实际有没有怎样关于对这三点的理解呢 访问说还是一个他有这个疑惑 大家有没有实际的听懂 那么当然如果要再继续地讲的 再重复讲一点的话 是就是会很累的 那么所以呢这三点呢 就是不管怎样这三点是 凡凰确实说在这二十一世纪当中呢 就是这三点对我们整个呢是非常的重要 OK那么我们还要剩下这个二十分钟的这个时间 时间是有一点但是呢 时间足够能力 哦时间是足够的但是我的体力 没有那么多的体力 哈哈 我们还要剩下这个区别的 现在然后呢 我们在学校里的面团 还是现在迷路上才对他 他呢 跟学校里面 都在学校里面 因为美学院 都在学校里面 大学 有想发生了 在美学院 人家 我们在学校里面 他在乎人家都不在乎 他不在乎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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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总之就像我们刚刚所讲到的一样 就是一听到羞耻这个不动火 很多人的眼前浮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现象呢 就是说羞耻不动火应该就是说在 就是我们在这个桌上供一个不动火的像 然后呢再供上一些这个水啊 或者是香果等等的这些供品 然后呢就跪在这个不动火之前双手合十 然后就向这个不动火求救 就是请你保佑 应该很多人的眼前脑子里面 就会浮现出这样的一个景象 在这里 以前的水平下来也有很多人 在那里面里面非常多 在那里面里面的眼前 人们在眼前地 也有很多人 神 所以 人家 会发生的 真是要不提倡之不必 他们想的话 他们想说 民族是在社会 因为他们想说 民族是在社会 民族 在社会在社会 国家 自由地区 也许他们 没有在社会 但是 我们目前有一个系络和文化文化人员 如果有什么用选择 要教育文化的问题 但是就是学生选择 那么经验过学生选择 我们在学生选择 因为我们在学生选择 就希望我们在学生选择 我们做完三代的解释 这就是 学生选择 并不是实际的修持不动佛 那么我们把这个不动佛 当成是一个 跟自己不同的一个他人 顶礼膜拜的对象 就是 把它当成是一个 顶礼膜拜的对象 把自己当成是一个 凡夫 像这个不动佛顶礼膜拜 并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 实际修持这个不动佛呢 就是自己要 就是像成为这个不动佛一样 那么 有的人听到这个呢 就是说要自己 修持不动佛是自己要转成这个不动佛 就觉得说OK 那么我就 不动佛是什么样的手印 我就做这个不动佛的手印 他穿什么样的衣服 我穿什么样的衣服 然后到处乱跑 并不是这样 那么修持不动佛 实际圣意上面的这个不动佛是什么呢 就是不被这个烦恼心扰乱自心 不被这个称心扰乱自心 就是我们要认识 就是不动佛是一个断正圆满 具有断正圆满功德的这样的一个体性 就是说不被烦恼 不被称心扰乱自心 具有功德的这样的一个体性 使用这种衣服μα 不都招致 这种病毒画咪 在于 Ahora 我们不是要 прис 왜 关于人家人的 人家人家提交宣 因为人家带来 廷远 香港人的 在海外 之间 sophisticated sedan 对 紀韵靠山東西進來 這是 那個感覺 這 información小聖明·BR 有一些人整齊了 我們都說 現在也不知道 你說的 去 找到了 找到 你们ыв得什么离开 那会儿不脱离开 тогда这个 WASM 你们用这个离开 这是我 fala 这个很大 人نا far 这是你的 眼ви虽膽 如果都同时 现在不怕 我们不是 这个对上 聚 这麽 所以我们当然在修持不动佛的 客修鱼鬼的当中当然也有自身本尊 就是自己观想自身的就是不动佛 不动佛那么既然自己已经观想成 升起了自身是本尊的话 那么你还能够 那么需要做什么呢 转成佛之后需要做什么呢 能生气吗 有生气的佛吗 是非常的丢人的 那么能够嫉妒吗 有嫉妒的佛吗 也是非常丢人的 所以说我们既然就是自身已经观想是佛之后呢 那么就要有佛的这种举止 要做到一个非常亲近的这样的一个佛 不要说自己已经观想成佛 还继续地这个称怒 嫉妒等等 所以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观想自身是这个佛呢 就是要在自虚的心绪当中生起一个勇气 生起这种一个精神 意志力 就是说自己也能够像不动佛一样的利益众生 就是说在心绪当中不被这些烦恼心 不被这个称心来扰乱自心 就是要生起不动佛的特别的 或者是不供的 他的功德都想办法生起在自己的心绪当中 这才是重要的 那么他的你妹们就直接评论了 我还是你的朋友去学习的 也有很容易的 但是 我还是搞成了 他们大概已经评论了 你妹们就要害吃一些 太多一样 我才可以啊 你妹们就要玩 你妹妹就看到没那么那一样 在中央在部下 置于自己的重点 那个项目的项目也出现 这次信息有多要求 因为那些项目的项目也出现 是这个项目我想随时 这些项目也不管了 这个项目也说 因为这个项目有没有 就是你和你很胆 如果您能力,您可能不需要 Можно多加重一點 才能力 如果您能力,您能力道理 而家族要在地上 讓我們母親能力 讓我們能力道還 如果您能力道理 那等等,如果 α的虾然,我打了什么 было 實在虾然以那种课计方式去试试 我打了虾然,有一些人,我拥了很多 我反而想随时 像一个学校 我现在暂时遇到了一个小的学校 我从小学校是并学校的学校 那比如说,在确认的中心 王文智。 桑佛 words SGM 那么就是我们说到 跟这个烦恼做斗争 要对付这个烦恼呢 是 非常的困难的 那么 小 轻视 就是 要跟他做斗争呢 必须就是要 轻视 就好像我们要跟一个人做斗争 必须要觉得 我能够对付他 能够 就是有一种轻视的这种心态 对烦恼要有一种轻视的心态 那么 要有这种心态 要轻视烦恼的这种心态 要生起的话 那么我们就 心里要有什么呢 就是说 我没有你也可以 烦恼你 没有也可以 我有比你更胜的一些功德 就是说 让自己能够有勇气 有信心的一些功德 在我的心血当中 这样才能够轻视这个烦恼 比如说 就是说 在自己的心血当中 有 让自己有更信心的这种 慈心 悲心 菩提心等等 其他一些不共的这些功德 在自己的心血当中 或者是我们心里的一种依靠 坚穩的依靠 我可以跟烦恼做斗争 我可以轻视烦恼 有这样的一个靠山的话 你才可能 才可能轻视到 这个烦恼 那么如果我们任何的这些心里的 让自己能够生起自信的这种功德 任何都没有 轻视空空的话 那么可能反过来说 烦恼 我什么功德都没有 你没有 我就不行了 就反而这些烦恼 称心等的烦恼 成为了自己的靠山 所以呢 我们在 在这个修持的时候 一定要有这样的心 这样的毅力 就是 让自己的心能够欢喜 让自己的心能够 怎么讲 能够有 这种坚穩的靠山的这种意志力 一定要有 这样才能够 这个 轻视 烦恼 才可能跟 这个烦恼 称心 才可能有 做斗争 OK 我们早上的法会就进行到这里 下午呢 我们就是会 进行这个 不动佛的灌领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认识中华护生协会 经持佛陀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以及众生平等 慈悲相待理念 慈悲至业 于2002年 成立了中华护生协会 以倡导救护一切众生 尤其时代环境变迁 放生一定要配合政府 所宣导的保护生态环境 以及物种生存条件 等各方配套措施 在放生更要护命的宗旨下 护生协会 这几年都采用筹建 护生园区的方式 来拯救生命 以安养勿命的方式 来推广 来救护生命 目前 护生园区 于宜兰 共有四处园区 新北有一处园区 于云嘉南地区 有十处 高平地区六处 金门设有一处 护生协会 在众生平等 慈悲相待的理念下 所推广的会务有 一 不定期举办 各类护生救生活动 以教化世人 尊重生命 爱护生命 二 任养清寒学童的活动 筹集清寒子弟 助学专款项目 以及提供海外僧姐 医护经费 在国外僧众寻找 护持功德主等行动 三 国立外急难救助 以及 因生未生胎儿的 免费超度登记 四 协助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2021年 节下的防疫共僧包 发放等 只要是护生众生 利益众生的善行 都是护生协会 所努力的方向 大悲惨法会 公勤广护法师组法 及法务指导生众 共同领众 日期10月14日星期五 时间上午8点半开始 地点 宜蘭大悲观音道场 宜蘭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宜蘭大悲观音道场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灾法医共募福恩 疫情期间参与共修 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 小神通月 观世音菩萨 殊胜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 呈一千亿照备 法华功德 妙难思 十方诸佛所称赞 若读若诵若解说 能入涅槃解脱道 慈悲至夜 宜蘭大悲观音道场 特举办 恭送妙法莲华经 恭请广护法师祖法 及法务指导僧众 共同领众 日期11月9日到11月11日 时间每日上午9点开始 地点宜蘭大悲观音道场 宜蘭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宜蘭大悲观音道场 敬邀菩萨参与询习 同瞻法义 共目福恩 疫情期间参与共修 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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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